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JP的片子裡面有一部泰國片 它是在一個修道院裡面 然後有一個女生她要 她無法說話 然後音樂老師要帶領她 讓她可以繼續說話唱歌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片子拍的蠻特別的 尤其是處理慾望的部分 就是她被關在一個修道院裡面 然後這個導演他就特別的 把修道院那種女的修道士的心理狀態 透過她的鏡頭非常冷靜 而且神秘的把它拍攝出來 我覺得非常值得一看 那這部片裡面很強調的一種誘惑 其實是關於一種情欲的誘惑 這個片尾設計其實是非常精彩的 就是她帶著這個修女 進入了一個煙霧瀰漫的一個叢林當中 然後給我們非常多的遐想 那我很喜歡這部片子 主要是她在宗教上的辯證 還有包括她在攝影技術方面的一個純熟度 然後整體的影片的創作 我認為完整性非常的高 是很值得推薦的一部片子 反正在他們那個陣上 他們拒絕這個風車 該在這邊 但是他們在他們去聽一個那個風車廠商的說明會的時候 男主角就是 其實他的態度也是不喜歡 不歡迎 他就是不小心覺得反正在休息的時候 吃一塊蛋糕好像不會怎麼樣 可是從此之後就會陷入一個一絕不爭的狀況 然後在那個片子拍得非常非常的冷靜 完全符合我們對這個 這個國家 哪個國家 對這個國家的一個想像 然後 而且你攝影機離這些人很遠 但是卻一直有一種張力 是讓你想要進到這些人群裡面 不管是反對這個人 然後去幫忙這個人也好 反正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很精準的一個影片 會在著身的男孩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 因為他主角是小男孩 重點是他的環境其實是在 工業區 有點像是類似像我們的 高雄工業區 或者像月薪一樣 他其實就是試著想要 在這個城市去活下來 用他們 處理他們自己的方式 因為真是感受到 他們真的想要 活下來 可是他們 卻被這個環境一直的 想要被擠出去 被排擠 你會覺得很驚訝 你會害怕 可是也許是那種 練油場的落成 你會覺得好像 他有一種 在影像中 會有特殊的美感 你會覺得 可怕殺傷那個環境 可是你又 不自覺的會被吸引 對觀眾來說 這些事情離我們很近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那其實是可以 把它當成一個 故事的環境 去推演 讓角色 去活生生的在螢幕裡面 是否有這麼多能力 是否要的 是否有 會不會 是否有 在一起 會不會